台南 到底什麼特殊的封水 台南有一個叫官田 還有吃水吃 最苦頭的水 這一條龍不得了 為什麼叫官田 早期的人 他隨便命名一個地方 都是有封水的意義 譬如說湖龍 就是福平 福平有一塊龍 就是皮頭角 那個是大龍 海龍 所以你走到那裡 福平有一塊龍 就是來到福龍 那官田 官田就是這個蠶 這個蠶裡面就是淺龍 淺龍藏水龍藏在下面 所以以前水龍都要破 所以加強淺龍他們想破這個水龍 是花了這個傷腦筋 因為水龍在淺龍 淺龍你要破他很困難 那明朝的那個平民的皇帝 這個朱元璋 他有一天就是家裡都一直死人嘛 所以拖著棺材去走 走到那裡已經沒錢了 湯吃飯了 這棺材我又拖下去了 他找到了一個山坡地 棺材白 白九爺 這樣滴滴 他雞群 拖著腳滑下去 腳滑下去 縮斑落落 到通通通通一直下去 那不潛在裡面 結果那個就是淺龍 出了平民皇帝 操桃好不歸 操桃好不歸 所以官田這幾個頭 這也是一樣淺龍 再出一個旁邊 就是平民皇帝 這時候蔡英文總統屏東對抗韓國瑜的綜合 我們有天地人 有天使地利人和 但是帝王的帝 帝王是在地上 是天下是他的 所以中國人很注重就是說 我有得到榮麥美 那這個小英呢 當年他的屏東的祖墳 划開的時候 他們的穿著說 裡面有六個龍 就是有緊蛇在裡面 都一團在胸口 就代表這個很多草廷的服裝 都是上面繡個龍 所以早期的時候大家都就說 這樣出路風地 因為蛇跟龍不一樣 龍是男生 蛇是女生 那綜合呢 綜合這個地利有龍嗎 這個地利就有龍 所以他先拿到這月 買到他們爸爸拿一個更大的 在那個新店的地方 那個基本上那塊地 就是九五至尊的地 你說新店 新店他父親 就是蔡總統的財金 生前他自己就 生前就知道了 生前買下來 可惜第一次選舉的時候 因為才漲兩年 風水大衛的時候要三年 所以第一次選舉選舉 也會叫 可是第二次選舉就是六年 他爸爸漏洞六年 那時候青菜選 國民黨買換煮 煮立倫 他選得很緊張 我剛才說韓國語的中和啦 中和地利怎麼 中和不是出風地的地方 他還不是說中和算中班的龍而已 不說很大 所以你如果以五行的力量 龍的力量來比的話 韓國語要繼續扣 扣這個李嘉芬 他們的造風 他的造風 也不夠大尾 所以你兩尾大尾 跟一尾中班的 要先打的 很難打 所以蔡總統風降一條龍 新店又一條龍 新店又一個兩尾龍 所以他是雙龍搶豬的一個狀態 就算了 叫你俄羅維 你俄羅維